2018年上海科技节的启动仪式 今天上午在上海科技馆举行 今年的主题是万众创新 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为期八天的活动将会着力打造一场多层次 多样化 创新性的科技嘉年化 市委书记李强出席并宣布2018年上海科技节启动 市委副书记市长英勇 市委副书记尹鸿 市领导周波 蔡薇 方惠平出席启动仪式 中外科技界知名人士 企业科技领军人才 以及少年爱迪生获奖代表等也来到现场 同公众开展互动交流 启动仪式后 李强等市领导参观了时间故事主题展览 展览向观众呈现了人类认识时间的探索史和计时工具的发展史 市领导仔细查看了中科院上海天文台研制的氢原子中 和上海光机所提供的空间冷原子中模型 这两种高精度原子中是上海科研工作者的心血结晶 随后 市领导走进上海科技馆一楼的亲自品牌活动 科学之夜现场 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体验各种高科技产品 观看科学实验秀 科普剧 李强走到大家中间 亲切询问参与科学互动项目的体验感受 他说 要进一步创新方式方法 发挥好科普展示教育功能 吸引更多社会公众 特别是青少年亲近科学 崇尚科学 夯实万众创新的群众基础 为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做出积极贡献 记者丁元祺报道